2010又是张静出风收年 三部大片数七档集体抢钱 为票房造势 周星驰京城签票 要签得漂亮 蔡依林8月发行新专辑 否认转会周杰伦旗下 没有在场 海家星光激情夏日 各位好 这里是由赛奇运动协服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吴宇 那在这里呢 由于我们的甜心甜主播 是中暑在家敬仰 所以呢 今天由我来代班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还蛮窃喜的 好了 这个夏天真是很热 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中暑咯 那说到张静出呢 在荧幕上的形象 一直是那种乖乖女的形象 不过这一次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 《全程戒备》当中呢 他又是掉威亚 又是要跳楼 还要和这个变种人 进行打斗哦 难道他要转型 当达女了吗 昨天 电影《全程戒备》 在北京举行 首款海报积木仪式 主演张静出 一身干练灰色西服亮相 与他在片中饰演的 达女形象十分契合 尽管之前 唐伯虎《点球箱二》中 张静出也尝试过武打戏 不过现场 他却表示 全程戒备 才算是他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功夫片 这部戏里面的动作 非常多 然后呢 而且他是一个 真正的高手嘛 然后跟吴京 两个人是搭档 然后他们俩是 抓变种人的专家 他们从小就是一个 室外高人交大 因为角色需要 张静出在戏里 必须是功夫一流 同时导演陈木胜 对于武打动作的要求 也相当严格 这让第一次拍动作戏的 张静出吃了不少苦头 我跟其中有一个变种人 那是一个女的变种人 然后这些对打 全部都要自己做 然后现场可能只有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给我学 就他们编好之后我就学 我当然真的觉得 打得口渴的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 就每次一开机的时候 我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拼了 我就豁出去了 然后就是腿的韧带也丝了 然后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虽然拍动作片受伤在所难免 但看到镜头上精彩的打斗画面 张静出还是十分欣慰的 平时眼惯了温柔小女人的他 也透露 其实自己对武侠片 一直很有兴趣 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 谁又是名列前茅的功夫女星呢 我觉得张子怡和杨子琼 他们俩非常棒 务苦藏龙吧 他们俩都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我就是欣赏他们这种不要命的精神 张静出也想当打女 记者小强李明 北京报道 今年呢 真的是张静出的丰收年了 你看呢 在我们的暑期荡期当中呢 就有三部由张静出领先主演的电影了 其中呢 就包括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 那其实说这部电影呢 不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冯小刚导演 每一次哦 在这个电影宣传期 都有可能和我们的记者朋友 来一场口水大战 就像他的冯氏幽默和冯氏发飙一样 成为了代表啊 那其实呢 在这个唐山大地震首映的前一天 我们的张静出呢 就为冯导平反咯 因为他说冯小刚导演真的很温柔 那我就想说 请问张静出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静出最近可以称得上是最忙的女演员 因为三部电影 唐山大地震 唐伯虎点球箱2 以及全程戒备 几乎同一档期打擂台 张静出就像大风生 同时也感觉很疲惫 我觉得可能很像果农摘果子吧 就是那个你看着吧 那么多果子好开心啊 可是把它们都摘下来 其实挺累的 那但是心里头还是挺喜悦的 确实身体上觉得很累 尽管是自己的孩子一定都爱 对自己的三部影片 张静出也是很难取舍 巴不得大家三部都去看 当然从理智角度分析 张静出最看好和最期待的 依然是唐山大地震 我自己觉得三部电影类型 真的特别不一样 我想如果一样的话 我跑这么多电影的现场 可能都说混 当然我相信唐山大地震 一定是一个大家最期待的 我自己也还没有看过 但是我想它的情感的力量上 也是最强的 今天唐山大地震 就要在唐山做手印里了 大家都把焦点放到了冯小刚导演 这次会不会发飙上 会为哪个问题发飙 不过张静出却为冯岛平反 称冯岛真的很温柔 其实他对孩子是真的非常温柔的 然后在现场我觉得他基本上碰到 就是比如说 有的时候碰到比如说 拖群众演员的时间做得很晚了 然后或者让大家就是 比如说天气很冷要冻很久啊什么 他其实就特别着急 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是非常柔和的 要不然也拍不出这么动人 这么动情的电影 张静出对冯小刚导演 几乎是到了崇拜的地步 只要是冯岛说过的话 他都觉得是真实的 比如冯岛夸下海口说 康山大地震的票房是在五亿 我其实不知道五亿票房是什么概念 可是我想导演说行 那肯定行吧 冯岛说行就行 猪猪酒陪上海报道 说到今年的暑期档呢 真的是热闹非凡 大朋友们呢 有电影看 而且小朋友们呢 也有属于你们的自己的大片咯 比如说那部 如果我要先你方便 大便小便 凭什么 哦 说到的不是机器猫哦 是外星狗 是的 是的 就是外星狗啦 由周星驰监制的动画电影 长江七号爱地球 七月九号的时候呢 就已经全国同步上映咯 那我觉得我们周星驰呢 是特别特别的贴心 因为他为了我们北京的影迷 还特地开了一场签票会 相比上周 长江七号在全国宣传时的大阵容 当天周星驰是单枪匹马地 来到京城影院 与影迷见面 为了增加这部动画电影的票房成绩 周星驰也是以签票的形式 与影迷进行互动 动画电影长江七号爱地球的上映 不仅吸引了周星驰的铁杆粉丝 而且还吸引到众多正在享受暑期生活的小朋友 在当天牵涉现场 我们也发现周星驰对小孩情有独钟 现场还经常对他们发出无理头饰的提问 记者张运北京报道 昨天呢 在我们乐翻天的专访当中 大家听到了周董说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她说针对于双J热舞事件 她再也不做出回应了 周董你不回应是吧 那我们还有酒令蔡依林啊 没错 在昨天下午呢 蔡依林参加这个上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 记者们问的问题 依然是围绕着周董周杰伦 人家蔡依林是谁 是一姐啊 所以对这种小问题 当然是见怪不怪了 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 我都诚恳的回答 昨天下午 蔡依林来到上海参加商演活动 由于双J热舞而引发的双J复合之说 使得蔡依林和周杰伦 两位原本在外界看来 以无复合希望的昔日绯闻情侣 又再次爆出火花 昨天整个活动的话题 紧紧围绕周杰伦展开 大家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这几年 与周董形同陌路的蔡依林 这次会意外现身周杰伦的演唱会 尽管蔡同学和周董在周侯恋曝光后 就一直没有合作 没有交往 两人甚至还为专辑销量 像作假一试唇枪舌剑的爆发口水战 两人关系几乎到破灭地步 但是这次和周杰伦合作热舞 蔡依林表示与周董仍然是默契十足 那你这舞蹈配合蛮好的 大概训练多久 只有排练过一次 然后就直接在台上 台上 台上能见 那感觉合作下来 感觉还有默契 蔡依林和周杰伦这次合作被指成是两人相互利用的一次宣传期的炒作 蔡依林达到了宣传目的就暂时全无计划跟周杰伦合作了 会不会去压其他场的演唱会的演出呢 应该不会 应该 我现在要忙我们新专辑 所以应该用蔡依林 蔡依林即将与华纳合约到期 台湾媒体也疯传蔡依林要转投周杰伦旗下 双J热舞是为蔡依林签约周杰伦公司而做的一个噱头 不过蔡依林表示没有考虑签约周杰伦 与华纳还会继继续合作 其实我跟华纳一直合作还蛮密切而且很开心 所以没有想到就是不继续合作 前些天参加姐姐的婚礼 使得蔡依林也发出感叹定下五年之约 五年内自己也要结婚 当然大家也希望这个五年之约的对象是周杰伦 昨天蔡依林又矢口否认了五年之约 称一切还得看缘分 因为所有的朋友都说 下一个换年要下一个换年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 好吧那我就来定个计划 但当然还是计划不计划 还是要看缘分的 其实这次双J复合真的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就是现在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 两个人都刚好在宣传期 没有什么比双J复合这个话题更好的炒作点 周杰伦尽管绯闻女友众多 但没有一个比得上蔡依林的威力大 而蔡依林在每张专辑玩传舞蹈噱头之后 也发现很难再在舞蹈上做文章 而与周杰伦的复合必定成为娱乐圈最大的谈资 因此这次双J热舞就达成了 两个人的宣传目的也达到了 我跟他应该都是喜欢做 让大家会吓一下 当然我们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双J真的复合了 如此公开的亲密共舞 是在给外界打预防针试探反应 这样的手法是有潜力的 想当年谢霆锋和张伯芝早在拍五集时就已经复合 出席各种活动都表现亲密 但是对外界就一直本着打死也不承认的态度 就如现在的双J一样言语坚决 双J是不可能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现在没有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猜测后 谢霆锋和张伯芝最终才爆出真的复合了 使得当年谢霆锋和张伯芝成为娱乐圈一整年的焦点人物 而这样的关注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知双J是否也有效仿谢霆锋和张伯芝的味道呢 私下已复合 只是打死也不说 等大家猜测都到了疲软的时候 在今天一爆两人真的复合了 那样就会持续成为焦点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 两人真的是在现阶段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而是否真的能复合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乐翻篇综合报道 肖敬腾办庆功歌迷高温夏丽婷 我很开心我很感动 何仁东专辑大卖庆功意外嘉宾现身惊喜不断 哇我觉得每一个都很惊喜 别走开下节更精彩 海峡新光 今天夏日 欢迎回到由赛奇运动协服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吴宇 那么在这个月的五号呢 是发行了肖敬腾限量一万张的演唱会CD加DVD 在这里呢 恭喜肖敬腾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这张唱片卖了一个星期 居然就卖到缺货 难怪我都没有买到 现在还生气着嘞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肖敬腾就是好人员好心肠 他为了答谢热情的歌迷朋友呢 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呢 是开签唱会 而且呢 在这个签唱会的现场 他不止唱歌咯 还有其他免费的表演 来看看吧 顶着37度的高温 肖敬腾卖力的在台上演唱 洛克先生演唱会live即时 销售成绩亮眼 肖敬腾在西门厅举办前唱会 为了完成当初小巨蛋演唱会的心愿 肖敬腾穿着直排轮 帅气出场 老肖就是硬要溜进来 很酷很帅就对了 我们讲一下 是不是徐宪之前没有完成的那个心愿 还好 因为之前在巨蛋溜嘛 其实本来预计是在观众训席 但是可能因为安全上的关系 所以没有这么做 然后只有在舞台上面 最近人气越来越旺的肖敬腾忙着筹备十月份的新专辑 对于公司老板说肖敬腾的演唱会是他二十年来看过最精彩的这句话 老肖心里美滋滋的 我很开心我很感动 那当然我知道这演唱会不会是我最好的 那我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肖敬腾人气热到爆 记者李爱卿 王凯亦台北采访报道 好 关注完了肖敬腾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何润东 他同样的是选择在了西门町来开这个签唱会 在签唱会的现场哦 神秘嘉宾不断 让皮特何润东也是流下了动情的眼泪 等了三年再发片的艺人何润东靠着泡沫之下的高收视 短短两周专辑就大卖一万五千张举办签唱会 何润东的爸爸妈妈以及远从加拿大回来的姐姐 而在泡沫之下里和他演对手戏的大S也意外现身 这一连串的惊喜让何润东当场飙出泪水 哇 我觉得每一个都很惊喜 很像我大姐啊 然后她昨天晚上原来有睡家里我都不知道 太厉害她是忍者吗 对啊 所以刚才真的一度我觉得感动得快哭了 但是好险有很多汗了 所以大家分不出来那个是眼泪还是汗 但真的是很surprise 何润东发片小S和林志玲也都送上花篮祝贺 尽管天气炎热 现场仍挤满支持的歌迷 这不禁让何润东想起刚出道时 只有两人的签唱会 之前刚出道的时候我第二张专辑卖的不是很好吗 然后呢 结果只有两个人 这个就是要告诉全天下人知道说 我只有两个人在排队吗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犹豫很不敢下车 然后我的宣传就还是把我推下车了 还是必须要去面对 那我还是很感谢那两个歌迷了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队伍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了 何润东这次身为泡沫之下制作人间演员 为了充收市开出支票 说只要泡沫之下台湾收市率破五 就拉着黄小明一起裸泳 跟大家讲说裸泳呢不是一个那么简单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呢你们要多多支持啊 对啊 如果等那个收市破五的话呢 那我一定会去把小明给接过来 然后呢把它推到水里面 把衣服扒光 所以呢所有小明的fans呢 你们要加油啊 为了要看他健壮的身体 偶像偏人气 西门厅热翻天 记者李爱卿 王凯义 台北采访报道 赛奇为梦想奋斗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时尚潮人环节 那昨天呢获得时尚潮人封号的这个歌曲呢 就叫做超人不会飞 要恭喜论坛上叫做烟花泛滥的这位朋友 你可以获得由赛奇运动鞋服 独家提供的一份非常精美的赛奇运动装备 以及周董周杰伦的签名CD一张 那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时尚潮人环节 来看看候选者都有谁呢 他们是A张敬初 B周星驰 C肖敬腾 D何润东 大家赶紧选出你心目当中的时尚潮人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依然会送出由赛奇运动鞋服 独家提供的精美运动装备一份 以及 BB周比唱请你签名的CD一张哦 祝你好运 今天的翻篇就是这样咯 我是吴宇 拜拜 我记得我爱过 哭着 要不会那些快乐 把情绪是控制 把我泪流成河 把你所有些事变强